鲤鱼、罗飞鱼都是云南常见的鱼类品种 炖汤最能吃出鱼的鲜美味道 鱼肉蛋白质的鲜味在热力的催化下被彻底激发 更加下饭的吃法则是裹上荷叶清蒸 再用一大勺滚烫的汤汁奏响美味的乐章 那么今天捕到的鱼又将如何制作成看家菜呢 黄大哥的表妹杨梅接过了这个任务 自小跟着父母学习做菜 杨梅有着一手好厨艺 可到家半天杨大姐连米饭都蒸熟了 鱼却丝毫未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咱们在桌上放着米饭 放着这个活鱼 放着这个盐 您不会是要给我做这个生鱼片吃吧 怎么可能给你吃生的呢 我要给你吃的是我们歹族最有特色的鱼 那米饭这主食啊 这是放这有什么作用吗 米饭在这里它不当主食 我们用它来做原料 原料用 米饭如何能成为鱼的烹饪原料呢 杨大姐说 这道菜名叫腌鱼炸 是一种我国古老的腌制食品 将鲤鱼去鳞后长快 先用食盐反复搓揉按压鱼肉 让鱼肉缓慢脱手 再用大量清水清洗米饭 分离其中的汁链淀粉 去除粘性 而在两者混合前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 必不可少 这米饭为什么要先腌一下呢 直接跟它和在一块不行吗 要分开腌的话 它才能够入味 如果说你和这起来腌的话 可能这盘鱼会废了 那这样一碗米饭的话 就放两勺盐 为什么呀 如果米饭多了会怎么样 米饭多了的话 它就会变馊了 那整盘鱼就废了 那少了呢 少了的话 它就不会发酵了 然后盐呢 也得是这样的 盐是让它防腐 让它不坏的 是吧 好 将腌制好的米饭和鱼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 均匀混合 装入坛中 密封静置后 即将迎来最传统的 风味转电 紧骨气候年日 米饭中的大量淀粉 在淀粉煤的作用下 转化为葡萄糖 继续发酵 产生乳酸 带来独特的微酸风味 这样的等待 需要持续一个多月 杨大姐拿出提前做好的 腌鱼炸 用高度玉米酒洗掉米饭 同时带来醇厚 粘长的香气 据说现在闻得很清香的 这种这个米酒的味道 对 那咱这个鱼 需不需要给它煎一煎 不用煎 用拌着吃 这不生的吗 实际上这个鱼呢 它通过淹了一个多月之后 你看 它的骨头都已经变软了 它已经是熟的了 因为发酵 加上这个酒 对 然后这拌还是有讲究的 先下点辣椒面 辣椒面 圆碎籽 这个是花椒粉吗 对 这三个是味道比较冲的 对 垫底 然后再放这个南瓜紫面 这个是芝麻面 为什么最后放这个糯米粉 粘性变大了 这些还可以入味 明白了 就是相当于这个糯米粉 直接把这个给阻挡上了 对 好了 那这样咱们就给它一拌就行了 糯米的醇香 与芝麻的坚果香环绕缠绵 很快底层的辛辣 汹涌袭来 滋味繁复 不过 在杨大姐的家宴中 它还要搭配另外一样美味 腌制的酸笋 酸味极强 在菜籽油的助力下 大量乳酸挥发 与鱼炸上的糯米粉 辣椒等香料 衍生出新的风味 这两种酸结合在一起 反倒是形成一种 很独特的这种 香味在里边 此时 家宴的另一道压咒美味 油鳞鱼也即将登场 鱼骨通过热油的反复浇淋 变得通体酥脆 再浇上一勺油辣子 唤醒味蕾 足以成为家庭的味觉技艺 传维来自作为家庭的味道 传统筹 结合